印度和鄰國巴基斯坦近日氣溫雷暢新高 當地連日錄得40多度的酷熱天氣 唐經南日報導 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由3月開始被熱浪來襲 印度多區上個月的平均溫度是122年來的最熱 達到最高近38度 首都新德里上個星期更加連續7日錄得超過40多度的酷熱氣溫 熱浪亦都波及印度鄰國巴基斯坦 當地多個東南部城市上個星期五 錄得破紀錄的47度高溫 炎熱的天氣不單令各地的泳池和溪流擠滿了消暑的人潮 亦都令學校被迫停課 幾百萬個民居每天停電超過9小時 而身為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國的印度 包括小麥在內的農種物亦都受到威脅 政府估計全國主要的小麥產區 今年收成會減少四分之一 氣象專家形容 這波熱浪正是測試人體極限 預計氣溫要到6月雨季到來時才會回落 然後現在可以回家 然後再封鎖 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